好 业传的消息我们首先来看军方是不是也有行政不中立的情况呢 这回被踢爆的是在成功岭上 好 那么主要呢就是说有这个民意代表跑到那边去关切 这个他们的在籍的户籍子弟 这是易南所指出这个月三号有一名张化级的立委到成功岭去探亲他们的户籍子弟 事后呢 易南就在座谈会上反映 说希望明代不要打扰他们的作行 没想到内政部议政署的科员就回答他说 选举接近了会有来自地方的压力 对此呢 易政署坦言是有疏失 但也重申选前不会再开放明代进入里头了 以避免这样的争议 易南粗糙踏步 每个动作不敢懈怠 这是全台的新兵集训重地成功岭 不过现在却被替代易南爆料 有张化级的民意代表 11月初直接进入成功岭营区 说要探视户籍地的选民 我们在座谈会上有易南向内政部的官员反映说 我们在上课的期间 然后有民意代表进来干扰我们上课 那我们反映以后 内政部的官员竟然很消极地跟我们讲说 因为民意代表他们是我们的长官 所以我们没办法干扰他们 阻止他们进来 所以我们对于内政部的官员 很消极的态度我们觉得非常反感 不想要政治力介入 替代易南在座谈会上提出不满 当场却被泼了冷水对此地政署承认疏失 现在选举也近了 我早上知道这个事情 我想说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十天以内了 民意代表要来我们都玩去 那层级不高嘛 他随便这样子讲了一下子 这样子答复是不对的 都有谈选举吗 他说通通都没有 都是来就是一种关心 内政部坦言 民意代表上陈公领关心户籍子弟是过去的惯例 只是现在选举在即 民代的做法引发争议 为了避免外界做文章 陈公领只能紧急应变 谢决政治人物越雷迟一步 新闻综合报道 好真的是越到选举越紧张 今天已经倒数十